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歡迎來到人間貓場地學院 今天呢來聊聊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演奏練習曲 你會不會常常覺得自己在 練習曲的時候會有一種 沒有什麼頭緒 就是你把手指搞定之後 把吐舌這些東西搞定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你的練習曲聽起來 好像還是少了一點東西 那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一個方法 它可以讓你在練習 就是在吹奏練習曲之後呢 還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去延伸到你的樂曲裡頭 就是演奏任何的樂曲都是一樣的 要不然我們就失去了練習 練習曲的意義了 那其實在 我覺得對長笛來說呢 有一個很很致命的關鍵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單旋律的樂器 所以我們很常會忽略 樂曲裡頭 它背後的那些和弦進行 但是這些 藏在旋律背後的和弦進行呢 其實 才是這首樂曲裡面的骨架 不知道你有沒有一個經驗呢 就是當你把音樂切掉的時候 只有看畫面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感受不到情緒 你可能可以猜說 那個人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如果說 背景音樂換了一個 比較驚悚的風格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應該是驚悚電影 然後換了一個 有種神秘氣息的配樂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應該是 某種科幻片 或是有神秘氣息的電影 那其實呢 埋藏在這個旋律背後 這句和弦 也是一樣的用意 當一個和弦彈下去的那一刻 你會很明顯的 浮現某一種色彩或是畫面 因為它就給你的一個 這一幅畫是怎麼樣的一個基調 如果說呢 你的樂曲只是 好像數十個數百個音符 放在你眼前的話 那其實它沒有一個 主要的畫面感 可是如果你很清楚 就是這些音後面的架構的時候 其實聽眾會立刻 感覺到畫面 畫面會立刻浮現在大家的眼前 所以呢 我現在以酷樂的這個練習曲 來做示範 最近好像看到很多人在 吹奏他這一本練習曲 所以我想在這裡做示範 應該是蠻適合的 好那我現在示範的是 第二首 我現在呢 先用前面兩行來做示範 如果說呢 你沒有去特別去把這個 辯論出它 埋藏在旋律背後的這些和弦 進行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吹奏的像是這樣子 OK這樣聽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 手指的連接啊 還有聲音的共鳴啊 就聽起來就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就很明顯會少了一點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其實他這個 這兩行 他頭兩行呢 他其實他的和弦進行式 第一行式 他其實都是落在一個一級 接下來會進入到五級 D7 然後再來呢 他會在第二行結尾的時候 他又回到了一個一級 所以他是一個很像在從家裡面 出發出去再回到家的一個過程 好 今天就是不會講太多 就是和弦的屬性聽起來的差別 但是今天會比較總統在講 就是 當 你找到 就是 旋律背後那個和弦的時候 你其實會 就是 你 你分辨出那個和弦之後 你其實腦中會有一個 主要的感覺就會浮現 好我們先看第一行 第一行 剛剛有講 他是一個G G的大三和弦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聲響 如果你手邊有鋼琴呢 你也可以先 就是在鋼琴上按這個和弦 去聽這個聲響 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當你耳朵可以聽到這樣的聲響的時候 其實你在 演奏這個旋律的時候 你會 做 你的身體自動會做一些微調 因為你立刻知道他的主架構是什麼 就是你就不會覺得 第一行的每一個音都非常重要 那些 本來可能只是一個 毫無章法的所有的音 可是當你辯論出這個和弦的架構的時候呢 你會立刻看到他的骨架 所以呢 如果你把這個 和弦的聲響呢 都先把他抓出來聽過之後呢 他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出來 好所以如果你手邊沒有鋼琴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我這樣子 先把他吹過一次 然後去想像呢 這幾個音呢 一起下去 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再來是D7 就是他的 G大調的5級7和弦 所以他是 好所以你現在去想像喔 這個 RE FA LA DO 按下去之後 他的聲響是什麼 然後再回到1級 OK 所以他是 好當你有這樣子的一個聲響之後呢 你吹奏起來就會不太一樣 你有沒有瞬間覺得就是其實聽起來就已經剛剛跟剛剛就是你去強調每一個音的這樣子的感覺不同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當你聽到這樣子的一個和聲色彩的時候 你的音準的狀態也是會比較和諧的 因為你會更清楚每個音跟每個音之間的距離還有他的共鳴 所以我們才常常要說你的耳朵要打開 耳朵要打開 其實耳朵要打開 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你能不能再聽到這些音出來的時候 你能夠辨認出他們之間的和諧的關係 然後我覺得這才是音樂最有趣的地方 因為我們之所以喜歡音樂並不是因為裡面有很多的炫技或是很多的技巧 而是因為音樂這個東西是來自於生命 它可以感動到你 那我覺得這才是音樂最棒的一個部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關於要怎麼樣練習這樣的東西呢 也歡迎加入我的線上教練課 那也非常歡迎你們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就是你們試了之後的想法 或者是你覺得我剛剛催咒這兩次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另外你也可以免費的加入我官網會員 觀看會員專屬的內容喔 好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